新浪娱乐 新浪娱乐 新浪娱乐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关宏 今天是2018年10月16日 是我入职 新浪娱乐娱乐新小编的第一天 我其实蛮期待 赶快去聊天他们的 或是比较小心喔 因为这一天来说脆速非常多 那即时编辑过了呢 编译上的话也是不太好 就是也是不太好 那我发啦 刚才不是 王嘉尔的歌吗 王嘉尔的歌吗 阿比隆 天气变冷了 大家注意身体不要感动 马上要去录制一个音乐在一起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这次认识了很优秀的音乐人前辈 欢迎会新的音乐跟大家见面 虽然还不能偷偷细节 但希望到时候大家有空可以爱你 好 转发咯 嗯 好 喂 听得见吗 可以啊可以啊 你现在在干嘛 我在黄罗啊一会开工 哦一会开工啊 好那我再来跟你聊聊天 那有一期啊 不是大家都错了吗 然后那一期我对了 那你觉得我推理怎么样 推理啊 我觉得有运气在里面吧 蛤 那我们再来一遍 刚才那个恰恰不过 再来一遍 那你觉得我推理能力怎么样 哈哈哈哈 好厉害啊 哈哈 哈哈 喂 我的任务就是你要说出一句话 夸我的 夸你的 你好帅 差不多意思 但是他有一个 有一个 抵较就是 yeah you know 谁比谁胜 对啊 你比 朱胜 好啊 好啦好啦 你比我胜 哦谢谢你 其实 就是我觉得人也都很多面嘛 所以 其实不管是花则类的那一面 或是现在我这个样子的那一面 其实都是我 然后 只是在不同的时候 或是不同的地方环境 才会展现出来这样 你看 5 4 7 5 6 5 5 5 6 真的 我可以说 那我真的撞到果 想一下 要眼睛充满爱 然后就是这种默默关注的那种 我觉得我诠释的都很好 除了心动那个 新浪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关红 我其实觉得我不是一个情商高的人 因为我后来去了解了一下情商是什么意思 但我觉得我其实不是那种人 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话费很少 然后很多熟了之后的朋友告诉我说 其实当初那个时候会觉得你很冷 然后很有距离感 所以我觉得我其实就不是情商高 可能就是 就比较会站在别人立场 为别人想吧 对就是一个比较闷骚的一个人 我觉得是 因为我 就有时候不管是平常看电影或干嘛的 我就会把那个人想象成是我 如果是我 我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然后就会把它 就是把那件事情当成是我发生的事情 然后我就很容易很有感 其实倒还好 我觉得我就是越长越大 泪点越来越低 可能就是想要让自己 试着接受生活中的任何大大小小的情绪 生活中吗 因为我其实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 我是年纪大了一点之后才开始干 就是跟之前比啊 就是最近最近这几年比较感性 所以我体验过理性的那段时间 我觉得理性生活会少了一些乐趣 也没有不认 但是我想解释一下那个情况就是 我觉得我的脑筋 对于因为他们在讲爱情的事情 这方面我其实没有那么多可能有经验 或者是马上可以立刻讲出来一个道理 所以所以我就是可能还在构思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讲一直讲一直讲 对他们可能很有相同的经验 或者是有很多的一些观点嘛 然后可以直接直接说出来 但是我可能就是比较没有 然后我就知道先经过一下脑袋的运转 然后再告诉再说出来 对 所以 不争不强也是有啦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还在思考 所以你的体验会有什么游戏的样子吗 就是干嘛告诉你 嘿嘿嘿 你为什么要说话呢 我个人男生喜欢郭汝迪 女生喜欢郭汝迪 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是很直接的人 然后有什么话就会说什么话 我就觉得我是喜欢这种 跟这种人相处的 我其实不会去设限自己的理想心 但是我会想要跟这种人尝试看看 但我其实也没有尝试过 所以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比较直接型的那种人 就是 怎么突然卡住了呢 乖乖的女生 可能看起来比较不是那么有个性的女生 比较多是这种人会喜欢我 你刚才问这个是吗 对不起好耳朵有点问题 我会喜欢哪种 当然会比较喜欢直接一点啦 但没有试过 所以我也不想要给自己去设限 我觉得就是很简单很贴心的体动 就是假如说他自己想喝水好了 然后可能我们刚走进一个空间 然后那边有水 他可能就给我第一瓶 这种很简单的事情 我就会 我就会很有感觉 就哇好 好甜蜜 就是好贴心 可能就跟这个有点相反吧 就是想到自己而已 这样讲听起来有点糟 但是就是 我觉得都没有关系 都可以试试这种话 很糟糕我知道 但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 对就是 就是如果人生在不同的时间点 遇到了这两个人 我觉得都有可能是我的女生 这句话讲得真好 确定对 确定对 我觉得 对想要 喜欢姐姐 我喜欢姐姐 属于那种 自然 简单 随意 那种 随性 就是 可能头发很乱 就直接出门了吧 对 对 不放中心 其实上面刷牙 然后换衣服就可以出门了 自己要刷牙 对 必须得刷牙 其实就是 不是一个浪漫的人 对 所以我们 好像没有做过什么 特别浪漫的事 可能就是一起旅行吧 然后 然后我旅行是喜欢那种 不安排的 就可能 去到那边就 大概那边有名的点就几个 那我就去那几个 然后其他的时间 就是一些 很casual的时间 然后 跟对方相处的时间 我觉得 顶多就是这种 那种 对方相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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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没有 太优秀了 太优秀了 对方相处的 太优秀了 对方相处的 就大家好像 就会觉得 一切应该都会很顺利啊 然后可能交往时间 都会很长啊 但其实都没有 都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了 没有到被拒绝 然后 自作多情 好像 也没有 因为我 就是 我对每个人 都会先以朋友的方式 去相处 所以我觉得 朋友其实就是 都很自然啊 就是什么 不管是什么 拥抱啊 或者大大闹闹 等等都可以 所以我都 不会去想太多 不会啊 我就是 如果真的很喜欢的话 我就会去 去主动 嗯 其实那你也相信 日久生情吗 我相信啊 我其实两个都相信 一件东西跟日久生情 我觉得都很有可能发生 我其实 讲直接一点 我没有认同这个看法 但是我也没有 不认同这个看法 就是我觉得 这个事情是可行的 但我自己认为 我自己认为 就是 喜欢就要去追求 没有在分男生女生的 我觉得要看事情 这事情的对与错 就是 是要去追究的 不能总是 就是什么耍脾气啊 等等的 原谅一次两次 当然 当然 我觉得 身为男性 都一定会原谅的 但我觉得不能总是用这种方式来 达成和解 这样子 其实有一天 有一天男生也会受不了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 针对于事情的对与错来做 讨论或者是和解 还有助于以后的感情 我觉得不会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相信一句话 就是世界上一定有你那个命中注定的人在等你 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在哪里 那时候原本想说出国读书 那个时候原本想说出国读书 然后不然就是当个台球选手 因为我很喜欢打台球 如果有学习的话 我觉得一定可以 我蛮相信我自己的 你喜欢一个 最近喜欢一个 Timothy 然后只变成叫他 甜茶 我觉得他 太 太赞了 他其实比我小 入围的奥斯卡 最佳男主角 我觉得这个成就非常的厉害 对我来说改变最大的是心态吧 我觉得身边的人都很有才华 他们其实非常有才华 但他们来做了个主演 然后 我可能会的东西没有他们多 但我就是主演 我就会 为什么我有 我凭什么受到这些待遇 所以我就会觉得 那我应该要更多努力 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应该充实自己的就要去做 对我来说就是 我自己心里成长了非常多 就是我开始看得清楚 我想要的是什么 我要追求什么 我觉得 你只要演到让别人相信你 相信你是他 你就成功了 就是最近就在调剧本 看看没进去 我可以帮你 我帮你帮忙一下 大家认为非常非常厉害的 就知道我是做学吧 可以的 我没有问题 我没有那么 其实没有那么在意 我没看到 oh really 对 我没看到 我觉得他回复很酷 我没有那么厉害 我只是在做我音乐而已 怎么可以有这么有个性的回答 因为他平常很酷 样子很酷 就从样子来看很酷 但他笑起来的时候 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 小孩子的样子 就觉得这反差好大 就是还蛮 蛮 蛮大的大的那种 然后再加上他其实 很有才华 我觉得 我欣赏的是一个 很有自己强化的人 我觉得他的这个 回复真的太厉害 我没有那么厉害 我只在做我音乐 哇 你怎么会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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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扁担宽 板凳长 扁担没有板凳 板凳没有扁担长 扁担在板 这个 等一下我们再来一次哦 扁担宽 板凳长 扁担没有板凳 板凳没有扁担长 扁担绑在板凳上 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 扁担偏要扁担绑在板凳上 Easy 扁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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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想哭的时候就倒立 这样原本要流出来的泪 就不会流下来了 当你想哭的时候就倒立 这样原本要流出来的眼泪 就流不出来了 当你想哭的时候就倒立 这样原本要流出来的泪 就流不出来了 你觉得有差别吗 流不出来了 流不出来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